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朗有点不耐烦 按部就班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的 能有啥重要的事 转念想到 前几天岳母身体不舒服 灵溪带着她去做了个全面体检 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应该是岳母的体检结果出来了 想到灵溪的语气有点沉重 估计体检结果也很沉重 夜朗揉了揉眉头 她有点头疼 夜朗推了和朋友的聚会 下了班就往家赶 灵溪在厨房里忙活 夜朗换了家居服 看到灵溪挂在门后的包 心念一动 从灵溪的包里果然找到体检报告 那些密密麻麻的各项指标 她也看不懂 直接翻到竹检医生的诊断结果 果然和她猜测的一样 体检结果很是不妙 医生诊断是子宫癌 夜朗看着报告单上岳母的名字 心情也变得非常不美妙 前年岳父生了一场大病 花高了两两口多年攒下的老本 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如今岳父才走了才一年 岳母又摊上这病 虽然岳母有医保 但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 相当一部分医疗费用得自己掏 灵溪是独女 岳母只能指望灵溪 指望灵溪不就是指望她夜朗吗 莫名的厌烦又涌上心头 虽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 但岳父和岳母 前后脚的都患上重病 夜朗一想起岳父住院时 她在医院陪护的那几天 吃不好睡不好 病人的身影 还时不时地折磨着耳朵 心里就很不得劲 还是她妈妈好啊 农村人经常干农活 没那么娇气 吃麻麻香 身体辈儿棒 晚餐很丰盛 看得出来 灵溪花了一番心思 酸香排骨 油爆大虾 蟹包鸡 都是夜朗爱吃的 满满一桌的菜 丰盛的像过节似的 女儿双眼眸光问灵溪 妈妈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这么多好吃的 灵溪看了一眼夜朗说 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 咱啊 就是吃点好的 补充能量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夜朗和灵溪 从恋爱到结婚 在一起也有小十年了 这么多年来 无论是一道开心的事 还是悲伤的事 灵溪都会上来 来一顿美食 用她的话说 从中摄取力量 父亲才离世没多久 母亲又得了这样的病 灵溪的心情可想而知 做一桌好菜 全都是夜朗爱吃的 无外乎是有求于人呗 夜朗心中了然 也不急于在饭桌上 当着孩子的面讨论这件事 一家人言笑艳艳 享受了这顿丰盛的晚餐 等到夫妻二人都洗漱完毕 回到卧室 灵溪几次欲言又止 夜朗决定 还是自己先开口吧 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讲 是不是妈的体检结果不太好 灵溪看了她一眼 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是不太好 医生诊断是子宫癌 让尽快去住院 确定治疗方案 夜朗 我想 夜朗打断灵溪的话 灵溪想什么 她当然能猜到 但她不想让灵溪 把拼尽全力 也要医治之类的话 说出口 灵溪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复查确诊是癌的话 也许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放弃治疗 说这话的时候 夜朗尽量用了 很轻柔的预期 但灵溪还是不可置信地 瞪大眼睛 放弃治疗 夜朗自真俱作 灵溪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毕竟你爸走了 还没多久 妈又得了这病 但是你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妈年纪大了 癌症治疗起来 病人也是很痛苦的 到最后 罪也瘦了 钱也花了 不还是人才两空吗 灵溪定定地看着夜朗 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 夜朗知道 灵溪心里怎么想 灵溪是独女 虽然家境普通 但从小也是 被爸妈宠着长大的 岳父母性格随和乐观 家庭氛围一直很好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 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灵溪和父母感情深厚 父亲的离世 已经让她大受打击 如今母亲又患上癌症 想要说服她放弃治疗 不是件容易的事 岳父生病的那一年 灵溪全部心思 都在岳父身上 岳父有个风吹草动 她就扔下老公女儿不管 没日没夜地 要在娘家守着 要么在医院守着 叶良也不是不理解 一开始 她也很支持灵溪 还对灵溪说过 别怕 老公在呢 诸如此类煽情的话 但时间久了 熬了三四个月 疲累和厌烦 开始充斥叶良的心头 已经习惯了生活秩序 被完全打乱 下班回家 经常对着冷锅冷灶 晚上得一个人带女儿 给她读故事书 哄她睡觉 朋友约她开黑都没时间 叶良的怨气 一天天堆积起来 对灵溪的意见 越来越大 父亲重要 难道老公和女儿 就不重要了吗 当然 叶良也不会直接爆发 那样就显得 她太没有人情味 太不懂得体谅灵溪了 毕竟灵溪 不止一次说过 要她多担待 她以后陪她和女儿的日子 还长着呢 她只是在灵溪 让她下班后 去接女儿时 为难地告诉她 晚上要加班 手上的活很急 领导说了 必须得赶出来 灵溪气门 却也无可奈何 大家都是凡苏男女 谁也不敢轻视工作 她自己也不是 因为着急出差 让叶良去医院 替了她几天吗 岳父去世 生活终于恢复了 按部就班的节奏 可平静的日子 没过上几天 岳母又病了 岳父生病 已经掏空了 两两口的积蓄 如今岳母生病 就得花灵溪的钱了 灵溪的钱 不就是叶良的钱吗 这癌症啊 就是个无底洞 再多的钱扔进去 可能都是白搭 叶良就怕 灵溪犯了倦 只顾母亲 不顾自己的小家庭 你说叶良能不头疼吗 叶良侃侃而谈 寻寻善诱 将自己的意思 表达得明明白白 癌症真的没必要 花大力气去治了 叶良还颇为贴心地 建议灵溪 休年假 陪岳母出去旅游一圈 让岳母吃好 喝好玩好 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灵溪嘴角 琴着一丝冷笑说 说一千到一万 你不就是怕花了你的钱吗 你放心 我妈早和我说好了 她生病 不会花我们一分钱 大不了 她把房子买了 叶良在心里骂了一句国骂 她就知道会这样 所以她才要想方设法 说服灵溪放弃治疗 岳父母唯一值钱的 就是那套房子 是当初单位集资房 随着城市发展 成为学区房 炙手可热 叶良早就盘算过了 正好方便女儿上学 过两年再生个二胎 上学也得指着那套学区房 当然 这并不是叶良一个人的盘算 这是她和灵溪 共同的盘算 毕竟现在房价这么高 她和灵溪想买一套学区房 太吃力了 叶良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房子买了 现前上学怎么办 灵溪说 那就把我们这套房子卖了 给我妈治病 把我妈那套留下来 怎么说来说去 还是要买房子 叶良气不大一处来 灵溪真是似激动 不尽有言 她苦口婆心 动之以轻 小之一里这么久 她竟然 还是一点都没有 放弃治疗的想法 叶良火大 气头上的话 也就不那么注意 分寸和语气了 灵溪也越来越激动 两夫妻拧一言 我一语呛了起来 灵溪说 我妈治病 卖她自己的房子 你着急个什么劲 娶了独生女当老婆 真就把月家的财产 当自个儿的了 叶良一声冷笑 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 那好啊 反正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离婚 灵溪愣了一下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背对着她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 灵溪顶着一双熊猫眼 告诉叶良 她想好了 离吧 叶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认真的 灵溪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叶良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出 她实在没有料到 怎么一夜之间 就走到离婚的地步 事实完全没有按照 她的预想步骤来 她知道灵溪和她妈感情 让她完全放弃治疗 是不可能的 她预想的节奏是 她一开始就提出放弃治疗 然后灵溪和她讨价还价 她再提出治疗可以 但要量力而行 比如说 她俩有二十多万的存款 花个十几万就差不多了 至于卖房子 不论是卖谁的 都不能走到那一步 然而 似乎从她说出 放弃治疗四个字后 事情就脱离了她的把控 在这个夜晚之前 无论是叶良还是灵溪 都没有离婚的念头 但是一夜之间 灵溪似乎下了离婚的决心 而叶良 在看到灵溪 为了给她妈治病 不惜离婚的决定后 也觉得这婚离了也好 她觉得岳母很自私 哪个当老人的 不想留点东西给子女 岳母却想着 就算是卖掉房子 也要给自己治病 而灵溪愈笑 别的女人结了婚 心里就只有自己老公和孩子 一心只为自己的小家庭打算 而灵溪呢 叶良只能喝喝 一想到 接下来的生活 将会因为岳母的病 而被拖进深渊 叶良就觉得头疼 岳母的房子是没指望了 有灵溪这样的老婆 不知道自己还能搭上多少 叶良觉得 这婚可以离 女儿跟了灵溪 房子和存款一人一半 叶良要了房子 另一半的房款 她让灵溪给她时间筹给她 那时也没有离婚冷静期 拟好离婚协议后 叶良和灵溪很平静地 去民政局办了离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 灵溪对月亮说 你找个时间 带你妈去医院检查吧 那张体检报告是你妈的 得了癌的是你妈 叶良不敢置信看着灵溪 灵溪母亲身体不舒服 她带母亲去医院检查后 回来顺手将母亲的医保卡 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刚好那天 老家有亲戚办喜宴 婆婆进城来吃酒 看到亲家母的医保卡 不声不响地就拿着去了医院 过后她才告诉灵溪 她身体不对劲 去医院做了检查 让灵溪过几天 去帮她拿体检结果 拿到体检报告单 灵溪第一想到的 就是做顿好吃的 让叶良有力气承受这个结果 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 她想了很多 虽然这些年 她和婆婆相处得并不太愉快 但仔细想想吧 婆婆不过就是说话刻薄了点 凡事都要偏袒叶良 总得压她一头 婆媳相处有矛盾 有委屈很正常 如今她生了病 总要尽力治疗的 谁让她是叶良的妈呢 灵溪甚至想到了 婆婆没有医保 医疗费虽然还有两个姑姐分担 但叶良估计结出大头 如果到时候要买房子的话 卖还是不卖呢 灵溪做了一番思想斗争 做出了决定 如果叶良要卖 那就卖吧 反正他们一家三口 也不至于无处可去 她妈不是有房子吗 可惜 灵溪做好了一番思想建设 却被叶良放弃治疗四个字 记得粉碎 她觉得自己可笑又可悲 看看叶良多灵得轻啊 以为得爱的是她妈 直接就建议放弃治疗了 而她呢 还在这里想那么多 有时候 看清诊编人 几个字就够了 三个月后 叶良要卖房子 通知灵溪去签字 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房款后 灵溪想了想 转了三万给叶良 算是她这个潜儿媳一份心意 她没有问叶良 怎么没有放弃治疗呢 癌症就是无底洞啊 到最后不还是人才两空 这样的话叶良说得出来 她却说不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